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尊敬的 吴同修 吴护法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佛家常说的一句话 万般将谱去 唯有 夜水深 能带得走的 一定要分秒必争 带不走的呢 我们想尽办法能够蜿蜒放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打佛气 主气和尚啊 头一天会提醒我们 为我们 说明 我们佛气 的用意啊 建立在哪里 所以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我们必须 有一个很大的去思维 所以 我们今天 有两样 有两样 特别今天 我们是佛医 再过两天 明天 后天要做 举办一个 三十十年 所以 经过这么多的时间 我们应该会了解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为什么出现 以出家 以出家的身份 来弘法 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建立 西方极乐世界 欢迎 十方 一切的众生 能够发愿 求生 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啊 我们师父上人常讲 最主要的 我们就是要了生死 出三界 因为这个人生真的很苦 而且苦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无量苦 所以 今天 分为两堂课 每一堂课呢 大概十五分钟 今天用什么题目 来跟大家分享呢 我为什么要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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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放下 世间很多事啊 说实在的 有一些人 为什么生活会很苦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饱 吃也吃不饱 每一天活着很烦恼 是什么 疑这些都要随便 我当中的那些人说 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人生 这个志是什么 放 放下的放 放松啊 放心 放下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间很多事 太多了 放不下 牵挂的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 一般人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一般人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 是三年 真正要求生净土的 是三年 你看那个净土 圣玄录里面 大部分友谊 都是三年念佛王神 他们是怎么修呢 是不是每天我 一万生 十万生 或者拼命的一天 一千半 这个固然是好 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净土圣玄录 几乎大部分的就是三年 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放下这个志 我们反复 我们反复一下子又放下 真的做不到 比如说你们 师父自己本身有时候 不知不觉 最后被这些境界又迷惑了 被这些境界又迷惑了 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就压下去了 我们就是疏忽 这一点 境界一来 比任何人 更执着 更计较 你说 你在修行吗 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个佛堂里面 一定要万言放下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把你们的精神 意志 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上 只要你把你的心 放在这句阿弥陀佛 你都能够成就的 所以这些主师大德 做给我们视线了 他们怎么放下呢 每一天放 有多少放多少 一点点的放 每一天 把心里面的一些烦恼 每一天能够放多少就放多少 所以三年圆满了 他自在 要留就留 要走就走 他们是这样修来的 那我们呢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你看 执着 在阿弥陀佛经为什么四次连续的劝导我们 而且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的 那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为什么建立西方解的世界 就是知道 那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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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啊 那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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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难得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忍真努力的去学习 真的这个人生太苦了 现在为什么我们感觉不苦 死后会到而已 死后到了 你就知道了 什么叫做苦 所以清朝 在杭州这一带 有一位老菩萨 你看这位老菩萨 他的家庭很富足 儿女孝顺 媳妇又很孝顺 你说这种的人生 幸福还不幸福啊 还幸福的 但是最后 他误出一个道理 人生无常 为什么无常呢 因为我们有生脑病史 每个人避免不了的 求不得爱别离 每个人都离不开 为什么会苦 舍不得 所以苦 你能够舍得会苦吗 自在 时间到了我们就走 所以我跟大家在学里是一段时间 那言道了 我们就一定有障碍 所以这位老菩萨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在想有没有异法能够永恒 得到自在 而了生死 脱离苦海 谁他想要修行 很有上根 年龄72岁 在杭州 人家75岁就有这个道理 我们几岁 可能我们比他跟老爷有 还不错 还抓住在那边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哪一个是你的 没有是你的 连你的生理都不是你的 何况外面的 你不要每次跟人家说 这个是我的 所以他想这个道理 怎么办 怎么修行 所以到这个孝池安 杭州到现在还在 这个孝池安 孝池安里面有一位老和尚 法号是谁呢 是这样 叫做道远 老和尚 得到的道 原来的远 去问这位老和尚 我想要脱离苦海 我想要修行 释迦牟尼佛奖金说法 八万四千法门 方便 简单 容易 快速 哪一法适合我修行 道远老和尚 直接了当 就跟他讲 老佛尚 他说呢 欲脱苦海 五过疑念佛 念佛不难 难在持久 持久不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异性 我们念佛法很简单 四句 能不能能 维持 每一天 念这句 阿弥陀佛 我们也可以容易 做得到 哪怕是喜气重 但是要打到一心 这个有时候 有点困难 念佛的时候 三心两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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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 他外面的那个工作还没好 里面的这个还没整齐 家里老公怎么找我们 一大堆出来了 一边念佛 口在念佛 心哦 散乱 等下相当的这个样 等下 等下那个 栽主的这个样 反正 身心两意了 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 这个 道员老和尚就跟老和尚讲 跟这个老菩萨讲 只有这个方法 你要快速简单 但是最主要 你能够万元放下 你将来能够 直持敏号 老实念佛 你会离苦得乐的 脱离苦海 你说 老菩萨听到这句话 开不开心 很开心啊 回到家里 把所有的事物 交给他的儿女 交给他的媳妇 通通不敢 通通也不管 通通也不做 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念了多久 一年 一年过后 又来找到这个道员老和尚 来问老和尚 我该放的放的 你叫我放下 什么都不管了 我什么都不做 什么交给儿女 但是我的心 为什么不能打到一心呢 我也继续念阿弥陀佛 每一天不断的念佛 拜佛念佛 但是为什么打不到一心呢 一心不乱这个境界 我们一般做不到 说实话 说实话 很难 但是念佛功夫成变 可以 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老和尚就告诉这位老菩萨 你虽然事物已经放下了 但是呢 有一件事你没有放下 这个道员老和尚有神通 所以有时候去见那些老和尚有修行的 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毛病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以前 去见老和尚的时候 眼睛不敢看他 明白吗 不敢看他 知道 你这个人有毛病 所以你要看一个人 看他的眼睛 这个人眼睛是怎么样的 这个烦恼喜气重的人 从他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呢 那就跟他讲 你什么都放下 但是有一件事 你还没放下 哪件事呢 你对儿你的倾挂 对儿你的倾挂 对儿你的倾挂 你没有放下 你是不是这个样 老胡萨承认 师父虽然 事啊 已经放 但是对这种的家庭建属 而你的感情 我到现在好难 如果你放不下的话呢 你就很难了 所以你真的想要欲脱离苦 没有别的路 你要放下 然后支持这句名号 你才能够成就 你才能够打到一心 但是这个老胡萨有上根 听道元老和尚的话 我们很多信徒 法师师父跟他讲什么 他都不听的 自作聪明 哎呀 师父好难啊 这个怎么样 怎么找借口了 那没办法 没想到 这个老胡萨落实在这个生活 一心一意真的 百不管了 所以在杭州这一代 他的这个名字啊 叫做百不管的老太婆 老胡萨呢 很有名气 所以啊 真的他放下了 一年过后 又来找到这个道元老和尚 来找这个道元老和尚做什么呢 就是跟道元老和尚道谢 而且告诉老和尚啊 说再过几天呢 阿弥陀佛要来接应我了 我现在啊 跟老和尚说一声谢谢 因为你的慈悲的教导 我现在啊 真的 我已经要到西方净土了 真的呢 数日后 真的三天后 他真的已经走了 一字十字 坐着往生西方净土 寿命七十五岁 三年 所以 口 说 放下 许愿 但是有时候 也真的很难做得到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放 对世间的牵挂 留念 我们一定要好好放下 除非你还搞六道轮回 如果你这一生真的想要亲近阿弥陀佛 了生死 像这位老菩萨 为了要脱离苦海 他下定决心 因为他明白 到了西方净土的世界 他还会有能力 来到这个世间 来看谁 来照顾谁 你们不是对这个世间 有一种感情吗 你不是对这个世间 放不下吗 你只要到西方净土的世界 你随时随地 都能够到这个世间 看看你的生生世世的父母 看你的家亲眷属 你有这个能力 所以为什么西方净土的世界 在佛说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距离西方净土的世界 过十万亿佛土 意思就是说 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机会 随时随地 都能够回到这里 你看到 雪梨净中 雪梨的同修 看到你的 家亲朋友 种种的 所以 修行 关键就在行门 行门的意思 你能不能放得下 那个才是关键 但是这个放下的关键 是在心 不在事 这个一定要明白 所以 这个 晨灯聚老居士 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 妙在哪里 妙在哪里呢 不理世间法 他不理世间法 我们随时雪地 都能够修 但是心里面 很清楚 我的方向 我的目标 所以你看 那个 我们师父上人 老和尚 他不是讲了 一个故事吗 就是在六合园 香港 六合园里面 有养了一只猫 这一只猫呢 只认人 只认房子 不认人 老和尚啊 猜啊 这只猫啊 一定是这个 以前这个房子的主人 放不下 舍不得 所以所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出生作为一只猫 因为他 老和尚住的这个房子呢 已经属于第五代的 所以你要小心哦 你锁住这个房子 将来你会生在什么 蚂蚁啊 张蓝啊 真的啊 你要小心 房子也不是你的啊 哦 你看那个西方解的世界 多好啊 你房子要想要 天空就天空 你不想住房子就不见了 根本都没有 很清净的 你看这个房子很麻烦 一直走在那边 那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那以后你的前途 不是麻烦 是蟑螂 哦 这个道理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希望大家 我们这个佛医 非常难得 能够 蜿蜒放下 把你的精神 你的意志 集中在这一句 然后呢 搞清楚 我自己要做什么 今天 你舍不得 你也要放 你放不下 你也要放 为什么 总有一天 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 你对他的留念 你就是在六道里面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人天的时间短 三恶道的时间很长 所以大臣佛法里面 告诉我们 人舵三土 五千节 这个你要明白 这个道理啊 今天能够遇到净土 明白事实的真相 那你要好好珍惜 你看金刚经 有一句话 释迦摩尼佛 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因为他对事实的真相 了解 透彻的明白 才告诉我们 一切有违法 下面呢 大家都会念 你们做得到 没有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事实的真相 你走到哪里 你活得很快乐 你活得很自在 人家怎么批评 怎么样骂你 怎么样侮辱 怎么样来毁谤 或者人家看到你 或者你看到不喜欢的 你讨厌的人 你就是过得很幸福的 过得很自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因为我心里面 只有想要了生死 出三界 我不是要跟他永远在一起的 我要找到一个解脱之路 谁也挡不了 只有自己的业障 挡了自己的路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好好认真努力 用功 希望大家 在这个佛义当中 我们一起 把我们的精神 集中 这个预志 集中在这句阿弥陀佛 我相信 今天以八观灾界 加上我们念佛 你的心会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下面再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第四支箱 今天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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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